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车途中身体不适 宋医昏迷10天后苏醒出院 协助将司机送医的女消防队员罗竹军 当晚也把受伤的女警送医 一天救了两命 听到救援者都康复出院 让他相当感动 供车司机昏迷 失去了意识 两名消防队员到场分秒必争 进行急救 上个月29日 基隆公车处一名司机 开车途中身体不适 却还是硬撑的将车子停在路边 司机送医之后一度命违 插上叶克膜 昏迷10天 最近传出司机苏醒 康复出院的好消息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成就感 对 就是能把一个人从鬼门关救回来 是一种很感动的事情 公车司机康复出院 从鬼门关将他救回的七堵分队队员罗竹军相当开心 其实在同一天 八堵派出所也发生货车冲撞事件 他也协助将女警送医 去到现场我只是想说赶快看有没有受伤的人 那就是受伤的人在哪里 我只想说他有没有受伤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帮忙这样子 对 没有任何的就是害怕或是任何的训练这样 我们看到那个公车的那个影像 就是有民众已经在做这方面的急救了 这已经是很棒很棒的一件事情了 然后再来我们到达的时候 那个远警在现场也有帮忙做急救的这件事情 所以让我们的DACPR还有我们的整个到院前的救护 整个完整的串联在一起 民众的急救 然后我们到达现场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 然后帮他做一个正确的处置 相对的这样到医院之后 他被救活的几率就相对提升 因为其实消防人员平时处于一个非常大一个高压的环境 那我相信同仁他的一个能力来自于他的一个自信 那自信来自于他平常每日的一些熟悉的基本的技能训练 所以当他遇到这样子的特殊状况 他就能够非常临危不乱的去判断当下的一个情境 做出对患者最适当的处置 为了鼓励消防队员抢救欧卡盗院死亡患者 金龙市府从去年编列奖金来激励队员 去年总计有六名队员接受颁奖 而截至今年二月为止 就有两位民众被消防队员从滚门关救回康复出院 目前我们所谓的救护的生命之链大概有六大缓 那其实前面我们一直在鼓励说 包含现场欧卡有协助急救的 包括议销我们的警销 甚至未来我还希望说我们的民众有加入的话 我们也可以请市长来颁发这个奖励金 因为从消防员还没有到达前的 CPR加上AED的急救 或者是我们同仁到达接手的CPR加AED的急救 一直到甚至到医院之后他们的救治 其实这一连串的生命之链都是有它的功效的 才有办法让一个欧卡的病患 从没有呼吸心跳 一直到能够康复出院 甚至康复出院以后 他还能够自主的生活 那我相信这个对后面两个家庭是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我当然希望说未来我们基隆能够达到所谓的全民CPR 所有的民众他都会做 包括我们的警役小号跟所有的民众 那也能够让我们基隆能够达到所谓的有外城市 因为看到自己的市民有困难的时候 那我们的市民其他的市民也能够及时的提供一些援助 言之十年的罗族军拥有多项的救护执照 平常热爱运动健身 对他而言成为消防队员 除了是工作也是神圣的使命 能够从死神手中救回每一条宝贵生命 都是他最大的成就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再等一来看 酋子山灯塔已经开放民众参观 但还欠缺相关的配套设施 因此基隆市议员施伟正 特地联合议长佟子委 邀请相关单位一起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规划增设及改善 基隆港西岸港区的酋子山灯塔 已经开放民众参观成为基隆市 新兴热门的爬山散布观光景点 但是因为还欠缺相关配套设施 因此基隆市议员施伟正 特地联合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邀集包括交通部航港局北部航务中心 基隆市政府独发处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北区基隆办事处 中山区公所以及和平里长张和妹 等相关单位人员一起会刊 希望可以尽快规划增设以及改善相关设施 求宰山这边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过来 规划了好几年了 现在就是说六日都一大堆的人 这个路下雨天很滑 希望说把它布道做好 门面路口的地方 就是路口可以做个广场 大家来就在这边集合进去这样 上面现在是有 阿兵哥那边有两栋房子 现在有一栋是我们市府街的 它现在拆掉了 拆掉的话以后最好是能做我们社区的活动中心 我们也发现在休斯坦灯塔这边的布道 以及后面的景观平台 还有古的炮台遗址 这些地方都期待基隆市政府 以及有关单位能够再次的重视 而且能够挹注资金进来做一些修复 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在攀爬景观平台 以及灯塔的过程中 发现它的布道阶梯旁边会有一些 预留的栏杆孔位 但是这些栏杆却没有办法试做完毕 所以也希望基隆市政府能够将这个计划完成 让这些本来就应该存在的栏杆以及安全设施 能够更加的完善 那接着呢最后就希望说 能够在这球子山灯塔附近 是不是能够找一处适合辟件公厕以及导览中心 让游客来到现场 以及我们解说人员来到现场 能够让球子山灯塔的观光的功能更加的健全 施伟政议员特别邀请我 还有我们何媚里长 还有我们小庄 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球子山灯塔 那我想我们西岸的一些观光发展 也就是说我的想象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基隆的美 大家现在看到我们站在这个观景平台上 用这个西岸的角度看整个基隆港 我想这个是世界绝无极涌的景色 就像我上次在石球岭说的一样 那边是东侧这边西侧 我想我们的环山步道做起来的重要性 其实我觉得未来应该要求市政府纳入一个市政目标 那我们西岸的整体发展过去有基隆港相关的非常多的历史 包含竹港纪念碑啊还有这个防空洞等等 我们有很多炮台的历史炮台的文化 其实我们的深度跟广度是非常够的 那就看我们政府如何来规划 我想这不应该只有单一局处来做一些相关的整合 然后我们应该用跨局处的平台 相关单位包含航港局 中央的一些相关还有军事设施的单位 大家共同来努力把这个步道做起来以外 还可以把这个整个廊带做出来 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空间可以看 不会说他只上来他只看了风景 那没有其他的设施 那我们现在伟政议员还有我们像和美里长小庄 大家要求的是我们的基础设施 我想这也很重要了 基础安全设施我们第一步先来做 未来我们会逐步的让政策的方向走在这个 让西岸有更多的资源 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个观光廊带做起来以外 环山步道 也让大家可以看见我们基隆的特色 这是我们未来的市政重要目标 而针对丘子山灯塔步道路口部分 基隆市政府都发出指出 去年度已经编列1200万元预算 将进行步道路口相关设计及路面跑铺 栏杆的部分也会进行相关改善 让游客行走更舒适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来看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文比赛 全国学生音乐赛 为期15天 总计2万多人次在基隆切磋交流 相互观摩成长 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团体项目 北区决赛 参赛的项目多达12项 参与队伍高达860队 超过2万5千人次参赛 是分区决赛中对数最多的一区 基隆市政府与25所承办学校通力合作 为参赛学子提供最佳的舞台 很高兴 我们今年我们能够承办我们全国的音乐比赛 北区的总决赛在我们基隆 举办2万5千多个学生 光是这个主场馆就有297队 所以将近300队是在这个主场馆 来自于我们北部的所有的学校 都非常非常的努力认真 表现出他们在音乐的造诣上 非常独特还有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表现 我们基隆市今天能够承办这样的一个业务 我们予以荣烟 参赛队伍都是各县市出赛中的佼佼者 在这舞台一决高下 非常开心就是可以 还在我们自己本地整体的流程也都非常非常顺畅 非常感谢这次整体全部流程的 我们学校帮忙的老师们还有工作人员 非常辛苦 那这一次其实小朋友 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学校人数并不是很多 只有21个人 那我们其实面对非常多 那个来自各地方的英雄浩瀚 其实小朋友的压力非常大 那我相信他们在台上也已经非常非常尽力的 把这一阵子我们累积到的所有的成果 都很尽力的表现在上头 相信大家在台上都有很享受自己的音乐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音乐比赛推广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边 然后就是上台的时候我也很紧张 然后就是很开心这次可以在基隆比 最后我也很开心就可以享受这个音乐 今年我是九年级的学生 现在在准备会考 那音乐管乐可以让我有一个可以疏压的方式 然后也很高兴可以参加这次的全国比赛 透过这次赛事来自全国各地的团体 可以切磋交流 相互观摩成长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东信国小师生参访中家宽品吉隆 并录制主播及节目 介绍基隆特色景点美食及学校 挑逼他共套逼他 挑战落口令 检视自己的存职位置 让发音更准确 东信国小学生参访中家宽品吉隆 了解节目制作的流程 并坐上主播台 介绍基隆美食 李湖饼店 阿本烧麦 阿华炒麵 顶边错 营养三明治 基隆连珍糕饼店的大甲韵泥球 东信小主播们轮番上阵 说的一口好菜 还有学生组队挑战录制座谈节目 从基隆好玩的景点 到最后介绍学校 庙口不仅是在基隆最出名的景点 也有许多从外地来的 回到庙口逛一逛 学生们有备而来 体验录制过程顺利 也有了第一次进棚的新体验 今天非常的开心 有这个机会 能够来到中家吉隆 让我们的小朋友 有机会进到摄影棚 体验小主播 那种播报的感觉 让他们能够很有自信的 展现自己的幽默 风趣跟口条 那在媒体试图方面 能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跟了解 相信对于未来 他们的人生的发展 跟学业的进步 一定都会很有帮助 从认识摄影棚到自信表达 学生在镜头前 克服紧张 侃侃而谈 我觉得我在这边最大的收获 就是我学到了很多 可以让自己发音变得标准的事情 并且呢 我一开始原本很紧张 但是经过上过课 我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 一开始口齿不清 现在变成口齿清新 也感谢这边的戴姐姐跟戴哥哥 这次让我体验到坐在主播台上面 是什么感觉 是一种非常新奇的体验 谢谢吉隆电视呢 给我们这个机会呢 让我们东信国小呢 6048很有荣耀的呢 站在这个舞台上面 来自边呢 让孩子们呢 学到了许多的 是如何的现场的录影 以及主播 把握录制节目的机会 孩子们增加媒体素养的能力 对媒体工作有更深入的认识 或许将来会成为优秀的媒体工作者哦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基隆侵毒有一处玩具模型仓库 连续遭窃 警封12号逮捕物名嫌犯 没想到17号 又有人试图闯入 一个礼拜就发生了两次窃案 业主担心被锁定 目前已经加装保全系统 两名男子来到仓库前 鬼鬼祟祟 四处查看 确认无人 试图把仓库门打开 过程中不断发出巨大声响 两个人还企图回到车上 拿器材破坏门锁 但最后无功而返 最后两个人驾车离开 12号深夜 玩具公仔收藏家疯狂大叔 在既用七堵仓库 招人偷走三台机械设备 70箱的库博利克雄 还有其他30箱的珍贵模型 初步损失超过500万元 本分局与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争办 过滤相关急证陆续查棄卫姓 陈姓、陈姓、卢姓等5名犯贤刀案 起获召窃的库博利克雄公仔等证物 全案训后 一、加重切到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争办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呼吁民众 厂房仓库因装设兼尸录影器 加强自我防卫 多一分防卫就少一分财务损失 基隆警方16号陆续逮捕5名嫌犯 找回18箱公仔宣布破案 没想到17号下午又有两名男子 试图闯入仓库偷窃 让业者气炸了 我非常的惊讶 这件事情已经爆那么大 然后这些窃嫌竟敢还再来 又要再来偷我的东西 而且是明目张胆的 大白天下午4点多天都亮的时候 他们就来了 而且他们很明显看到有监视器 在那个影片里面他们有说 诶那个是监视器 竟然他们还在那边 悠悠悠悠在那边走来走去 好这里 好了在这里 这个就是昨天他们应该是拿了什么东西 想要把这个门给破坏掉 所以这个凹洞是新产生的 那还好我们这个门还算蛮坚固的 没有被打开 远景获报之后 在两个小时左右 在中山一路和成功二路拦截车辆 逮捕到许姓和林姓嫌犯 本分局三月十六日破坏本辖 马林山区厂房公载重大借刀案 本分局将该处列为治安热点加强巡所 被害人昨十七日十六时许 从录影监视系统发现厂房外有两名可疑男子 疑似要行窃立即报警 本分局立即通报 警察局各单位线上组合警力 然查涉案车辆 十八时许燃破盖车 车上有许姓、林姓两名涉嫌人 全案申询后 将许姓、林姓两人依触犯窃盗未遂罪 以请基隆地检署侦办 并持续追查犯案动机及之前有无犯案 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呼吁 窃捷萧小确误心存侥幸 还走过必留下横击 发生案件 警方必弃而不舍 全力侦办 这起公仔重大窃案 警方才刚铺案 隔天又有窃贼想闯入 为了防止窃贼不断上门 收藏家已经找来保全业者 加强防盗设备 不让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记者黄绍明接下来报导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及忌孔大殿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此云寺 此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此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此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赢养 到了此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中山高中有一场台湾发语乐活动 比利时台北办事处长马彻 受邀到现场与学子进行文化交流 市长谢国良指出 未来也将邀请比利时的学校 与本市交流 培养学子的双语能力和国际观 中山高中的台湾发语乐活动 比利时贵宾来访 有选修法语的高中学子 特别与法语交流 介绍来宾品品尝基隆的在地小吃 小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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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在市长谢果良的邀请下 比利时台北办事处马车处长来到高中校园 比利时著名的IP人物蓝色小精灵也来到现场 双方互赠礼物 马车处长特别回赠比利时国旗元素的黑 黄 红 三色 蓝色小精灵公仔 让市长谢果良相当惊喜 今天很开心 我们请我们比利时的马车处长来跟大家介绍更多 比利时的特色 还有用法语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文化 以及很多很宝贵的一些 我们国家的变变 比利时跟我们基隆市政府有很多未来的合作 包括这可能同学 这可能是老一辈的这个蓝色小精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个是我们在各位年代的时候的一些 比较著名的IP 谢谢市长今天我们过来指导一下 市府教育处说 未来也期待有机会 能邀请比利时的学校与本市交流 也借此培养基隆学子的双语能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 111到112年会长联谊会议送爱到校园 特别制赠了30组的桌球拍给安乐国校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接触桌球运动 安乐国小桌球社团的学生们 开心地打桌球 为了让更多孩子能接触桌球运动 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 111到112年会长联谊会 特别赠送桌球拍给安乐国小 由校长肖玉展代表受赠 对于每位会长关心教育的这份热心公益 校方相当感动 乒乓传爱 受爱到割港 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 111年至112年会长联谊会 还有以及我们台北市 还有基隆市 我们的陈总干事 一起来到我们安乐国小 来做这个捐赠桌球拍的活动 那也很感谢我们肖校长对于运动的各项运动的推展 那据我知道我们安乐国小我们这个社团桌球队成绩也相当好 那我想今天做这个捐赠活动也是给予一个小小的帮助 那也希望我们安乐国小能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为我们本校为我们基隆来争光 那乒乓传爱送爱到科港 让我们这里的孩子呢可以受惠 那其实桌球呢在我们学校已经有成立了社团 这样的社团让孩子可以发挥潜能 而今天呢拿到这么多的一个教学用的桌球组 可以让我们更多孩子可以有机会呢 做一个多元的运动 我很感恩的是我们旧国团这边呢 发挥大爱 那这样的大爱呢 其实呢对孩子来说 那是一种品格教育的典范 那这种大爱呢到学校来 我们孩子除了学习让自己身体健康 学习到另外一种体育潜能之外呢 也能够学习到如何去关爱需要被关爱的孩子 以后长大之后呢回馈社会 所以在这边非常感谢救国团 也感谢捐赠者 让我们的孩子呢拥有这样的福气 校长说感谢救国团基隆市团委会 111至112年各区会长们 帮助学校发展桌球运动 这份为公益付出的精神 也成为所有学生在品德教育上学习的好榜样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外幕山海岸线 山海风景迷人 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到此休憩 欣赏海景 它的观光潜力 也吸引金山知名的甜点店到此插旗进驻 让游客吃甜点度过悠闲时光 画面上是外幕山的海岸线 无敌的山海美景一览无遗 赏心悦目 在非假日的下午三点多 照样吸引许多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欣赏或见走 而除了看海景之外 现在也能品尝到这个金山知名的甜点 业者看好外幕山的观光潜力 与北关处合作 到这里进行旅客服务 同时因应海边特色研发甜点和饮品 让游客能赏海景吃下午茶 在这个美丽的滨海狼带留下美好时光 那边是我们的内容区 所以我们专门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形态 有开发出不一样的商品 像我们店面都只有卖浴缘 那海边大家喜欢干嘛 看海喝咖啡 所以我们就有弄了一台不错的咖啡机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中生培的精品豆子 然后再来的话还有什么 这个顶规的牛奶 一般很少人会加到北海道的10C的鲜爐 我们用好牛奶加好豆子 然后去做每杯咖啡 这样子 就算是比较特色的商品 然后因为喝咖啡要配什么 蛋糕 所以说就是喝茶配蛋糕 喝咖啡也配蛋糕 所以像我们金山第一名的乳酪蛋糕在老街 叫金山虹 我们特别跟他联名 然后开发了一款就是 我们的主地是芋头 所以做一个芋头口味的烏锅蛋糕 然后干嘛做结合 然后这边也有 那芋人的话不用讲 我们的招牌就是什么 这个大车的手工芋人 就是如果说这种行动式的 就是说我是觉得它的 它应该也是OK啦 就是说不要去太影响到周遭这样 所以这个点你觉得说 刚好在这边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海 就比较舒服嘛 就比较舒服嘛 就是说这边海岸线很漂亮 对 然后这整个外木山 因为每次它算是我们去基隆的 必经之路 然后那时候都会看到说 诶 晚上这边都一群一群的 然后有上卡OK 又有咖啡店 好像不错哦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点的在金山万里 对对对 那想说诶 有能够就近去服务我们在地的一些居民 嗯 就是思考 然后后来好像就有 那个标案也释出 对 那我们老板最后就一定 那不然去标标看 对那结果一标还真的 诶 好像有这个机会 然后多方面评估之后就知道 好吧那就来 踹一踹看 然后就踹了一年 那所以说其实就是 一年差不多要结束了 对那现在就是准备 就是有去续约 就是有再去算续约吗 但是也是要考核 所以就是有再去参加 百官署的考核 然后就好像也算有 顺利的通过 所以目前确定了 可以服务到明年的三月 好天气的外幕山 滨海狼带 蓝天碧海 超级无敌的山海景致 绝对是国际级的景观享受 从画面上不难发现 人潮不断涌入 显示这个山海美景的魅力 深深吸引许多双北游客 这绝对是 基隆观光的核心竞争力 而目前大部分的滨海步道 都进行拓宽整修 让游客走起来更方便 但是现场发现 仍有部分路段 有持续改进的空间 避免游客行走时踩空跌倒 期待在政府跟民间 共同攜手营造下 让基隆的魅力景点 观光服务品质 能够持续加强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室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星期五 星期五